大哥 不行 对手是鼠山七圣 不行 这密道封藏多年未曾开启 加上此地英气甚重 恐怕滋生了不少魔物 不过 以你们几人的身手 该是不成问题 你们三个 能保护好夫人吗 大哥 你 邪手兄 你要去支援主上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我们都不在夫人身边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怎么对得起主上突赴 可是 不必多说 我心意已决 主上要以一人之力 对抗鼠山跟四大世家 我实在放心不下 你继续保护夫人情形 待我密德准上 便会一同来找你了 你 好吧 你可千万要小心 嗯 夫人就交给你了 将公子 此地看起来还算安全 夫人体质虚弱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嗯 我们走了这么远 四大世家的人 应该不会追过来了 夫人 这一路劳顿 累坏你了吧 我没事 只是不知适离她 我应该留下来陪她的 夫人与江 江教主如此相爱 着实令人羡慕 但是夫人留下来 或许帮不上什么忙 只要夫人能平安 江教主一定就很高兴了 唐姑娘说得没错 况且江教主那么厉害 那些家伙一定伤不了她的 都怪我没用 还需要你们保护 要是你们能帮上施离一点忙 或许她就不会那么危险 施离 你可千万不要 主上神用无批 夫人就不必多想了 嗯 你鬼鬼祟祟的 做什么 你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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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何人 呵呵 欧阳妹子 听不出我的声音来了吗 你 你是夏侯林 你是夏侯林 呵呵 欧阳妹子好记性 我就是你的夏侯姐姐啊 你 居然是四大世家的人 没错 我就是四大世家安插在魔教的眼线 这些年来 我担惊受怕忍辱负重 不知自己何时会死在这个鬼地方 可今天就能让你 你一死 江市里一定无限命战 魔教覆灭 我夏侯林 定能阳定天下了 好飞龙 你可真是帮了姐姐大忙啊 你想的美 卑鄙小人 连女人都偷袭 我砍了你 你快带夫人走 这里我来应付 你一个人吗 真是不自量力 也罢 就让你来见识见识我夏侯家的功夫 那边的小子 你最好跑快点 咱们一会再来算账 是不是不自量力 待会就知道了 狂徒 受死 夫人 你怎么了 刚才被夏侯林所伤 此刻终是忍不住了 是 是那女人 夫人怎么不早说 受了内伤是不能耽误的 没事 我没事 刚才我怕你们分析 连累了你们 夫人 有我们两个绿羹是这么大想的 你要是早点是可以去折腾 阿豹 公子不必自责 当初我逆父母之命 大概这就是天意吧 将教主 不必自责 支撑 还不是为了我们能安全离开 是离 谁 这什么时候来的 我居然没发现 再靠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 让开 这声音 公子不必担心 他不会害我们的 你现场受伤 不可再冒险 随我来 你来护法 我要给他疗伤 没事 公子请放心 好 你体内气血逆行 筋骨巨断 我已帮你封入驱驰 隔鱼二血 这药丸你吃下去 要化解脏腹之间的淤血 还需卧床静养 我 我 你往事三纲五常 不聘而奔 为虎作伤 这些战且不提 可 可是什么 难道 难道真的是那个人的 刚才给欧阳夫人智商 夫人心音问乱 脉象虚滑成霜 恐怕是喜脉 难道说 是我和市里的海 住口 我知道是那个无耻之辈 壮死 你们竟敢做出如此武力之事 你们 你们 倩儿不下 自从离开山庄 就不巧能再得到家人的宽恕 如今倩儿唯一能做的 只有请宗族断绝与倩儿的关系 莫再污损宗族之谜 你 还轮不到你说跟宗族断绝关系 断绝关系 要我说了才算数 这孽种一定是他强迫于你 万万不可思留 断了这孽根 我再设法将你接回山庄 莫要再糊涂了 他一下 不懈行恶事 更不会强迫于我 我们二人 是两情相悦 只是世俗礼法 容不下他 容不下 我们罢了 无论如何 我也要把这个孩子 不育成人 好个两情相悦 好个世俗礼法 不是世俗礼法容不得你们 是天理公道容不得他 那魔头作恶多端 气数已经到头 如今世家精壮门徒全数出动 更有鼠山修仙之人相助 今日就要荡皮魔教 待我将他手机取来 让你断了这条心 你 如果您非要如此 倩儿唯有死在此地 你 爹 仰女不孝 家门不息 你好自为之 爹 欧阳夫人 您现在感觉如何 没事 我已经好多了 刚才那位前辈 是夫人的爹爹 嗯 当年我与世俐私定终身 离开欧阳家 是我自己的选择 如今 神怀世离的骨血 便更不能回去了 夫人刚刚复原 不宜颠簸 江公子 不如我们现在 此地休息片刻如何 嗯 世离 不知道怎么样了 有何见叫 听闻江世离手下 有一母将名为邪手 此人半人半人 双手异化 不仅善谋略 而且骁勇无拼 若我们能拿下此人 犹如断魔君一臂 此人杀我四道世家门人无数 今人叫他又来问回 此番魔教提到了破释沉舟之际 料想戒时 一定会拼得如鱼死网 我们会以神龙典 鱼蛙使和普希剑结成法阵 进而完成对魔君的封印 今的这段时间 需要各位清尽全力将它困住 若是法阵没能结成 一切都是无人 我们自当结尽了 无人兄怎么还不来 家族有些私事 从里面出来 私事 我可以去找他的宝贝女儿去了 休得不议 我欧阳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上官家来 披头论责 大战情形 两位怎可自乱正强 欧阳兄应该有自己的苦处 就陪他去吗 现在魔头重招 各大尊臣非死即杀 正是一举消灭魔教的最佳使劲 中原的命运仰仗诸魏了 蜀山 公子 我没事 不过不知道夫人 有没有给那孩子取名 我跟侍离说过 无论这孩子 是男是女 都叫他江云凡 公子为何如此吃惊 娘这么辛苦瞒着我 是为了让我没有负担的成长吧 不知公子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要去救江教主 江公子不可轻拒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能再让江教主 跟夫人两相分离 公子的好意 我心灵了 可是线下情况危急 蜀山和四大世家 能人意识良多 虽然公子大难 可是 难道你不想再见到江教主吗 当然不是 那就包在我身上 放心吧 夫人 我看这个洞穴虽然简陋 但还算隐秘 你就先躲在这里 在世离生回来之前 你可千万不要跑出来 可是 唐姑娘 我们走吧 走吧 走吧 唐姑娘 不会有事的 江公子 你真的想要改变历史 假如我救出了地 过去就会变得不一样 娘就不会死 对不对 不管怎样 我要试一次 要不然 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懂了 我们走吧 江公子 唐姑娘 你们千万要小心 睡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